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好在他收购了的都只不过是伦敦金属交易所就不是伦敦交易所 因为如果伦敦交易所都被他染指的时候 真是在英国都不知道买不买股票好啊 游戏规则是可以规则真是规则 游戏规则是可以根据他意愿而改的 这些人以为叫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Lundon Metal Exchange 就很稳定啦 怎知道原来是中国佬在背后 那你又大骷髒啦 而更加不用说的 青山不改就绿水长流 今回有一家东西就叫青山控股 被人夹淡仓 那其实都是善价而沽啦 对冲对冲 那其实很多吊诡东西的我们经常说 可能他想不到呢 这个叫做聂的金属 这个叫做聂金字边 跟着上面一个自己的字下面一个木字 那么聂又不经不觉啊 恒指已经去到两万点那头 而这个港元对美金就已经7.82了 就是港元也不多稳定啦 不过我经常都说 到底是一个 是啊他改个规则就行了 到底是集体式的收割 还是个体式的收割 那么只要你集体式收割 就是例如移动那个外汇 啊他得到的benefit 是高过个体式的收割 就是随其冻结那些马云马化腾的话 那他就必然会做 其实你看着俄罗斯 你又知道他想做什么的了 就是普京啊他做过什么 他停止了所有飞机走啦 那么啊 将某些那些私人的企业 收归各有啦 各进民退啦 哇 加下普京是做一个大胆版本的性杂的 啊给你看哦 就是这个 朱萍不敢做的东西 啊普京全部都做了给你看啦 例如朱萍想收台湾的 但是又不敢动手 普京做给你看 朱萍想停了那些飞机去的 不过他又停中国内地那些 就没敢停香港那些 哎 普京一下子就跟你做了啦 朱萍想推那些什么 新闻法案各样的 但是又不敢推着 都还是卡下卡下 哎 普京一下子又跟你赶走那些 CNN啊 CNBC啊各样啊 啊 全部问责 那你又见到啦 所以其实 普京可以说是个大胆版本的朱萍 示范了一切他想做的东西给你看 到底啊 一个独裁者是会想怎么去做 而这件事情的最大得益者 当然呢 都是朱萍啦 如果不是各泰航空公司都不会赚那么多钱 那帮人炒其有 但anyway 今天讲的是金 讲完油就讲金啦 九九九千竹纯金 今次这只金属就叫做Nickel 聂有学化学的 即是你中学有学化学 你就知道Nickel这只东西是什么啦 So much cheese for a nickel 即是聂这只金属呢 本身就 不是说很贵各样的 那怎么知道 如果要交换到很多芝士各样的时候呢 哎 你真是骗我膝头膏不懂啦 超账 即是不想着是这么贵的 怎知道近日 哇 俄乌局势 一旦 發展成今天这样的局面的时候呢 那些猎就升成三百多个百分比 那但是有间中国的钢业巨企 叫做青山控股 他呢 做了一样东西叫做无货沽空 即是炒啦 赢的是自己 输的是公司 那不过这些 common practice 就是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啦 我们就没有说的 那但是由于那个价格呢 急升的时候 哇 炒成这样啊 两千亿哦 无货沽空是很大事的 因为你有件货交给人 你就当鎖了的 他加一下炒个价叉 就是这么说啦 但是很少的 那就是说现实 你炒其子 就是为了个杠杠 那没可能说 全部现兜兜有货去摘底的 那所以 他无货沽空这个呢 就 那这么说啦 你很少货 跟着去沽空是合理的 那他是不是真的无货沽空呢 这个我怀疑 我估计就是他本身有货的 不过退下退下交货给人 就变成了没了 那意思咯 那但是有人跟他挡 那这个我们是不赞同的 为什么呢 又改游戏规则 作为一个投资者 最不喜欢的呢 就是跟改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是看着游戏规则 然后呢 量了些东西 你的风险可以控制到 你才去投资 那但是 你知道啦 有些人一定是不认赔的嘛 又可能认识些达官贵人 将来可能 其实2012年之后呢 我就已经没有涉足 香港的股市 只是抽一下I-BON的 那是啊 大佬 I-BON 有得扔当然是扔上他 我们这些很实际的 啊 留一点扔上I-BON 就走啦 现在基本上是没有港币在身的 我们这些做过再商言商的 那你伦东交易所啊 哇 竟然 嗯 厉害啦 因为我们经常说呢 有一些叫做单日上升 或者单日下降 是那些的嘛 哎 但是竟然可以 这个伦敦金属交易所LOME呢 史无前例unprecedentally 就宣布3月8号的时候 所有交易无效 那样都可以的 同时 无限期地去停市 修改规则 容许那些呢 已经沽空者 啊 就延期平仓 于是乎那些人就在说 哎呀 港交所 十年前呢 收购这个伦敦交易所 可以说 值回所有的票价 当然啦 你想下 一个期货的对等交易 即是一卖一卖啦 你不要说陈耀辉那些啦 陈耀辉那些摆得明是 哼 还说 有人说他在曼切斯特那头啊 哇 搞补习各样那些东西 哎 你真是不要啊 这些补习佬 有什么不要跟 啊 跟个 啊 老人 这么多 哇 真是 拎得回3%那些本金 是吧 还要签那些不知什么条文 摆到明不想给人的了 哎 那些补习佬没有个好的 不要我 哇 补习佬没有个好 啊 那补习妹又怎样呢 啊 不知啊啊 啊 啊 都是差不多啦 有个我看到 教英文那时候 在这儿做瑜伽 有没有搞错啊 啊 还是跳舞啊 啊 啊 我不记得了 很多都说那些卸做的 现在啊 啊 就大概 可能过多一两个月 补习 跟着就移民 哇 都没什么心机 那些人 我不清楚了啊 啊 啊 要是倒人买 啊 啊 不要说那么多这些东西啦 除非有奇米的奇货啦 啊 讲笑 我不是那些 炒卖卖的那些人来的 啊 事实上我的投资是非常之那么稳阵 啊 啊 稳阵到你不相信 啊 啊 就好像之前那样 啊 我就把所有的投资的那些头串全部卖走 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是要移民 那你要移民你就要一大笔钱 那笔钱是 不容有失 啊 啊这四个字 所以我是停了所有的投资的 有一年半载到啦 剩下少少几万 不会影响无双大雅的 那然后呢 啊 才急急脚这样咬一声啊 闪走了人生第一次去旅行 猜不到啊 之前都已经 和大家讲过很多次啊 面对着这个 共富 会经常改变游戏规则 啊 的这个马先生 烈先生 啊 这些农村的人想 管治一个城市的时候呢 就等于昂斗先生放大价哦 啊 那你就很快点走啦 如果不是 多么 厉害的事情 他都做得出 那 所以我就说好彩了 好彩港交所 啊 就买不到伦敦证券交易所 那时候看到 李小家那些 那些 如果不在英国 随时变成他狼中之物 你想想 他青山控股 卖了那些 啊 那接着买了期货那些 就顶鬼住哦 但是 是有人和他对了的嘛 那张东西 那和他对了那个 是赢很多钱的哦 那怎么 现在不赚钱啊 那意思是这样咯 你迟几日 已经是很坏的了 啊 啊 就好像有些人 会投资倭倭啦 那我又跟你说倭倭 倭倭倭 那你就是啦 我直接是认识那些人 有时 不开价给你 就不开价给你 啊 跟着玩什么市场 面对着一个 高波幅的波动 哎呀 又赌人米 那接着又可以不理你了 哼 Anyway 那这只猫是什么呢 那其实是和电动车有关的 英国那里都很大需求的 我价格升入自必然 也有很多的英国人可能买了 因为你Boris Johnson又说要替换那些电动车 那样的嘛 那但是俄国那些俄佬遭到制裁的时候呢 于是乎那些猎价呢 就不断上升了 升至高位 那样升了成三百多百分点那些 那你青山控股 啊 就这间钢企也是一间造猎的抗伤来的 那所以啊 他认为自己一定开采得到 才无货沽空 其实他是一定有货的 只不过今次伦敦金属交易所,不是,sorry搞错了,伦敦金属交易所,竟然停了,接着,即使人家不符合纯烈的交收标准,无法用自身的产能平仓,这些叫无货沽空,跟你拖,可以迟一点才交割,就是给他一些时间,情况是跟头大这间是一样的,迟一点迟一点,有得交的,没得交,你要不要? 那里加起来是30万吨的沽空合约,那就是他首先就沽了先的意思,就是等于我问你,借了一大笔钱,那之后那笔钱呢,我就想着大概慢慢的,确实还到的,突然间这个币值出现大波幅,那怎样啊,我不还住,迟下迟下有拖武欠,这些而已,那至于今次伦敦金属交易所, 这些取消入球,改球例这些方式,那你迟下可能港股都是的,之所以2012年之后没有涉足到香港那个市场,不是因为他的规则呢,任去改,那你那些仓位,整天在最美的那些位置呢,就将你那个,总之就是,将你那些什么支持位啊, 阻力位啊,过你一栋呢,简单说,朱夏家啊,这些叫,那所以在一个,这样说啦,他是游戏王,那你又不要和他玩了,那简单,那但是,别以为外国那些也好啊,所以到最后都是,在这些这样的世纪,投资,穩盘,那就算的了,好,今天讲到这里, 到夜子,